冬天先生,我跟回家的关系实验特别好。 您过去曾经讲过,把这些公益纪录片最好能翻译成联合国所推行的那六种外文在世界流通。 因为现在呢,可能缘分还没有到,条件还没有成熟,现在可能还没有能做成这个。 但是将来呢,这些节目一定会很多外国人都能看得到。 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您老能不能对世界各地的这些观众们讲几句话? 好,大家都很关心,怎么能够化解解难? 确实,我们现在因为要把文化普及到全世界里,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独提供文化。 我们在国际上讲的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族人的古老的东西,这个古老的传统,我们都应该要互相的来学习。 在宗教也是如此,所以我自己本身的态度,这是许多国家宗教的领导人,甚至政治领导人,都会多了解。 我永远是一个学生的态度,我永远是一个学生的态度,不会是学生的,我会是学生的。 学生是什么?尊师正道,就是好学生。 我说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我跟他学。 耶稣也是我的好老师,我学心就有。 古兰经我也学,所以穆罕默德也是我的好老师。 我是他们最好的学生。 所以他们这些奠基,我能够领受得到。 如果我要有了障碍,哎哟,这是我是佛教,那是别的教。 那个是基督教,天主教,那是悔教。 要有这个界限的,他们的东西我就全不懂。 你自己有障碍了,我没有障碍,我一时同仁,我没有一样不尊重。 我见到释迦牟尼佛里面,我见到耶稣也里面。 我对佛教经典很尊重,我对古兰经跟佛教经典一样尊重。 所以我懂得它的意思,我能讲古兰经,我能讲心就有。 你看,我讲的这个玫瑰经,天主教的早晚库啊,在天主教如同啊。 这个这个福贴山挺库,很欢喜啊,学不亚于神父。 我讲的这个古兰经也不亚于傲。 那为什么呢?真干嘛。 要以这样的态度,宗教就变成一家人了嘛。 所以我在国际上讲,我说宗教确实一个神,一个真神。 所有不同宗教是这个真神的华神。 因为那个时候教堂不方便。 这个文化不同,它分身在各个族群里面。 用种种方法来教化那个族群。 它的目的、方向、原理、原则,绝对相当。 不同的是他们的整块喜欢。 所以看上去内容就不一样,移轨就不一样。 完全相当。 那您做出来这么一个示范。 大家世界各国的观众啊,都应该有所理会。 非常欢喜。 他们会学习到一种什么精神呢? 就是说要尊师读道。 不错。 世界各国的人都要尊师读道。 要孝顺,要尊师读道。 要孝顺,要尊师读道。 那么结果就一定是和谐世界。 就是和谐世界。 過手過的本位跟其他的不同器官全部和諧 所以我們的身體是和諧的 宇宙是和諧的 國家是和諧的 社會是和諧的 和諧是正常 不和是反常 反常就有罪手了 我們人身體反常不就是病嗎 嚴重不就是死亡嗎 咱們拿人的臉來做一個比方 就像世界一樣 眼睛是一個國家 眼睛是一個國家 眼睛都是一個國家 就是大家各安守本位 要互助合作 你有你的民族傳統 你生活你的 你有你的價值觀 現在他們是互相打架 互相打架的時候 最後就是死亡了 就毀滅了 就是人的器官在那打架 人就沒有了 你懂這個道理就說 這個世界也是 每一個族群 每一個宗教 每一個國家 也是互相這樣子 鬥爭的 這個世界就不會到末日了 我們這次對老教授您的專訪馬上就要結束了 那麼這次的時間也是很長 那麼我們現在有最後的一個提問 謝謝 谢谢大家